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有請黃世旭教授帶來 從晶片設計角度看硬體安全 當然我們就熱烈的歡迎黃教授 謝謝主持人介紹 然後今天很高興可以參加這個 HECOM Free Talk 跟大家分享 那我是中原大學電子系黃世旭老師 然後我其實從 我一直都是在晶片設計這個領域 從研究所開始然後碩士博士 然後在公園服務 公園集體電路設計組 然後再來就是到中原大學任教 然後一路都在晶片設計這個領域 然後最近這一兩年 開始看Hardway Security這方面的議題 那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從晶片設計角度看硬體安全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Outline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 Hardway Security 就是硬體安全的重要性 然後再來就是說 電路設計跟硬體安全的關係 然後這次實際上有一些 也有一些Hardway Security的一些書 那我大概會提到這些議題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最近 熱門的Mail Down跟Spatter 它的那個硬體安全的問題 然後大概跟剛才那位同學 講的其實有一些 我看有些圖是類似 因為都是參考同樣的Paper 但是我是比較從架構的角度 因為這方面我比較了解 然後再來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們一直在做晶片設計的人 然後我們去考慮硬體安全 那會有哪些困難 我們覺得困難 然後最後是一些結餘 那第一個就是硬體安全的重要性 那首先就Hardway Security 就硬體安全這個主題 那基本上的話可能我先講硬體 那硬體我們一般應該是包括像IC 然後或者FPGA 或者Embedded System 這些我們都廣益來講 都算是硬體 那在我們硬體安全的 那個研究的那個範疇裡面 那基本上呢 其實有包括就是說 像你硬體上的一些弱點 威脅或者攻擊 這些其實都是算硬體安全的硬體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一些for security的一些硬體設計 那比如說像Path 那或者就是你硬體設計 過程中的一些security 那這些其實都算是我們 硬體安全研究的議題 那另外跟大家講一下 我最下面這邊 其實是有標示我的那個 參考文獻reference 因為我其實大部分的內容都是 因為我講的主要是一些overview 那所以有一些 投影片其實是有參考文獻 然後重要性的部分就是 就是隨著物聯網應用的蓬勃發展 那可以預期未來市場 對於硬體安全的需求 會日益的那個增長 那像最近因為CPU的 ROO的Execution 或SpecQ Lative Execution 衍生的像沒有檔 或SpecQ 兩個攻擊手法 那衝擊全球數十一電腦 然後伺服器 甚至手機的處理器 導致記憶體的資料外洩 這個新聞事件 正凸顯 硬體安全的重要性 那剛才跟大家講了一下 那個Highway Security的那個範疇 那我今天主要分享的應該是 這一點 就是說硬體設計上面的 那個弱點 威脅跟攻擊這一部分 那攻擊的話 基本上 最粗淺的攻擊 就是說就兩個點之間 那它中間的通道 Channel去做攻擊 那原因可能就包括說像是 就是比較不好的編碼 或者比較不安全的Proticle 那對兩個Endpoint來講 它還是當作一個黑盒子 那基本上Protation的話 就是用比較好的編碼的AgreSQL 或者比較好的Proticle 那這是最粗淺的攻擊 然後比較進階的攻擊的話 就是說它可以 攻擊Channel之外呢 也可以攻擊Endpoint 那可能是因為 User本身的問題 或者收尾的Bug 那Protation的話 基本上就除了是 那個比較好的編碼 或者還有Proticle之外呢 其實也要比較 安全的收尾的 implementation 就是比較安全的軟體設計 那這是比較進階的攻擊 那Hardware Security的攻擊的話 它基本上也是攻擊Channel跟Endpoint 那除了是User跟收尾的問題之外 那還包括你硬體上面的一些缺陷 硬體上面的一些弱點 那所以你的Protation呢 除了比較好的AgreSQL 還有比較安全的收尾之外 還包括比較安全的Hardware implementation 就是硬體本身的 implementation 也要是安全的 那接下來就是用一些例子跟大家說明一下 電路設計跟硬體安全的關係 那在整個電路設計的流程 這個可能對我們做IC設計的人來講很熟悉這個流程 那不過如果本身是做收尾的 也許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那基本上呢 它會有很多的步驟 比如說像SoC的Integration 然後用CAT2來做Synthesis Physical Layout 然後再來就是Fabrication 那就是製造 然後最後就是到M Product 那中間裡面其實有很多的 可能有安全上的問題 比如說你因為現在是SoC IC是SoC 那就是很多的IP整合在一起 那IP可能來自Separty 所以可能會有Hardware搓卷的問題 然後呢 另外的話你本身的那個 的employee 也可能有Hardware搓卷的問題 然後另外CAT2 你可能有一些你沒有想到的一些弱點 然後再來 那個Fabrication也可能 也可能有Hardware搓卷的問題 然後到Final Employment這邊呢 那有很多不同的攻擊手法 包括MicroProBin 或者Site Channel 那另外呢 因為你本身的測試模組 可能用到StateTech 那可能也是 有可能是攻擊的方式 那這些在整個IC的 整個SoC 的一個整個設計流程裡面 這些都是Potential的 可以被攻擊的方式 那弱點的來源 就是硬體設計 它弱點的來源 基本上呢 有幾種可能 一個是包括你Designer 設計者本身的一些Mistake 那可能無意的 但是在你設計的時候呢 設計出一些弱點 然後另外呢 CAT2 因為現在IC設計 基本上會有很多的CAT2 那CAT2呢 可能也會造成一些弱點 那尤其是一些Don't Care的Condition 因為Don't Care的Condition 在傳統上 在CAT2 是用來做最佳化用的 你可以 就像以前大家在畫卡諾圖 那Don't Care 也可以當你也可以當你 但是呢 它可能會被當作一個弱點 然後變成一個弱點 然後再來就是Design for Testability 就是可測試器 因為現在SOC 是很多東西 Integrate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那整合在一起 其實測試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然後Debug也很困難 所以你設計的時候 要能夠比較好測試 但是比較好測試 其實相對的 就也比較容易被攻擊 那這是潛在的一些弱點 那這是一些例子 第一個就是說 Denign the Mistake 就是說你設計者不小心 然後可能會造成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例子裡面 是說它本身這是一個編碼 那這個本身是很安全的 這本身是很安全的 那但是呢 它這裡面有一個Key 那Design呢 可能就把它放在Register 但是放在Register 其實就有被攻擊的可能 所以呢 可能就這個 言頌我來講本身是安全的 可是對硬體實現來講的話 它把它放在Register 其實還是有可能被攻擊 那這是一個例子 然後另外剛才我提到就是說 Cat-Tool的部分 Cat-Tool因為它會充分的去利用這些 Don't Care來做Altimization 來做最佳化 那這其實 這其實也是 對最佳化來講它是好的 因為我們平常在IC-Denign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希望能夠把你的 那個面積越做越小 然後速度越快 泡越小 所以能夠去做這些最佳化其實是好的 可是就那個硬體安全來講 可能是變成一個弱點 那這邊是一個例子 以Denigner來講 它可能要的只有這三種情況 其他都是Don't Care 就是ABC是001的時候 那XY是10 那ABC是010的時候 XY是01 那ABC是100的時候 XY是11 那其他情況來 對它來講都是Don't Care 那對它來講都是Don't Care以後 其實你如果去做最佳化 做最佳化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讓X等於V' Y等於C' Y是等於C' 那個加應該是等於 Y等於C' 那這樣的話 這個邏輯可以化到最簡 就是X等於V'Y等於C' 但是如果從硬體安全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它有一個Back Door 因為你ABC等於101的時候 ABC等於101的時候 其實它SY是10 那你這樣子會產生 跟那個001也是一樣10的情況 所以會產生 這邊有一個後門 就是說你輸入101的時候 可以產生跟001一樣的情況 都是10 Output都是10 那另外呢 也有Fort Injection的可能 像那個 照理說你Output不應該是有 不應該是有00的 可是當你輸入是011或者11的時候 Output會是00 所以就有Fort Injection的可能 所以如果純粹傳統 從那個邏輯化解來講 其實這個是可以化到很簡單的 X等於V'Y等於C' 但是如果從硬體安全來講 它就有Back Door還有Fort Injection的可能 然後在Sequential Logic其實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 這是你要的一個State Style管 其他情況可能是 對你來講可能是Don't Care 所以它對應的State Table是這樣子 其他情況對你來講可能是Don't Care 所以PresentState如果A跟B是00 X input是0的時候 Output就變01 然後AB是00 X是1的時候 Output變10 這是你要的State Style管 其他情況對你來講可能是Don't Care 如果Cat Tour去做最佳的話 它基本上應該是會產生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電路 像這樣的一個電路 你如果回到上一頁來看的話 它其實就是AT加1 等於1的時候 就是當A等於0X等於1 或者A等於1X等於0的時候 所以基本上AT加1 就等於A'X加AX' VT加1其實就是當A跟X都是0的時候 所以VT加1會等於A'X' 它所對應的電路是這樣 當你把電路合成出來之後 當你把電路合成出來之後 其實它所有的Don't Care的情況也都有值了 也都有值了 就是說紅色就是多出來的 原來Don't Care的 那它都有值了 那就是當你用剛才那個電路 剛才這個電路 它所對應到的State Table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它對應的State Diagon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對應的State Diagon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它基本上的紅色就是多出來的情況 那你會發現說 基本上它 我們假設00是Initial State 那你基本上呢 會有一些 你就會有從其他的State 能回到Initial State的情況 那這個基本上呢 它就有那個被攻擊的可能 那基本上呢 它會從回到Initial State來做操控 那所以呢 這基本上就會有 如果從那個應體安全來講 就會有危險 那當然如果要改的話 就是要避免說 回到Initial State的情況發生 那但是這樣的話 你在電路上面 你會有一些額外的負擔 因為你就不能去做這些最佳化 然後再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Mail Down跟Spatter 它們硬體安全上的一些問題 那這有一些圖 其實跟剛才上一位講員的圖 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可能都是參考同樣的文獻 那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Memory Isolation 那就是說 基本上在現在的那個Processor 那個Memory Isolation 主要是透過Supervisor Bit 有一個Bit 那它表示說現在是 那個Supervisor的Mode還是User Mode 那來做那個Memory Isolation 那基本上呢 只有在Supervisor Mode的時候呢 才能夠去 Asses Kernel的那些Memory Page 但是然後在Pretis上呢 實際上的情況下的話 基本上它的 從User的Processor到Kernel 它的Memory Maping 並沒有做Change 只是透過這個Bit來去做控制 那基本上就是說 它這個 這個 這個是Pretis Pretis Pretis 然後這是Kernel 然後這是User 那基本上呢 它們都可以 Asses到這個 Pretis 他們基本上都可以 Delet Map到Pretis Pretis 那主要只是透過這個Supervisor Bit 來做控制 那接下來跟大家 簡單介紹一下 Out of Order Execution 那 Out of Order Execution 基本上是 應該它算是現在 Modern的Processor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Feature 那就是如剛才那位同學講的 就是說 它基本上可以充分利用 現在Idle的Execution Unit 然後來讓你的Performance 能夠提高這樣 那 所以它可以讓 可以執行的指令就先執行 就是Out of Order Execution的概念 那Look Ahead 然後Schedule 接下來可以執行Operation 到Idle Execution Unit去執行 這是一個Out of Order Execution的例子 那就是 一個 你要執行的 123456這些運算 那它所對應出來的Data Flow Graph 就是 1 然後 做完做2 這個Operation 然後2做完做6 然後 然後 3 4 做完做5 然後再來做6 那這是他們之間的相異性 那 如果呢 你全部都是用In Order 就是沒有去Out of Order的話 那就是123456這樣執行 那如果 你基本上如果In Order 但是可以Two-Way Two-Way就是說 最多一次執行兩個 兩個 兩個 那 那 就是說它可能有兩個 加 兩個 加 加LU 那基本上 你做出來排序會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可以Out of Order Execution的話 因為 3 4 跟1 是沒有Dependency的關係的 那他們就可以先執行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Out of Order Execution它整個 整個執行的時間當然就比較短 因為它可以沒有Dependency的關係 它就可以先執行 那所以它的執行時間就比較短 那對CPU來講 它的Performance就比較好 那 那這個 就是 那個 Intel的 這個 Skylake它的 microarchitecture的 架構 這其實剛才的圖也有出現過 那它基本上有三塊 那對 剛才那個Out of Order Execution 主要應該是在這邊 那它也就是 基本概念就是說 可以執行的它就 先執行 那在這邊呢 等於說有做一個 Dynamic Schedule的動作 動態去做schedule 那它 去檢查它Dependency的關係 那可以執行的就 先執行 那 沒有Dump Attack 它基本上呢 主要就是利用 這個Out of Order Execution的一個 Side Effect 它的副作用 那它 基本上呢 它可以 讓那個 攻擊的人 去Dump整個 Kernel的 Adressor Space 然後它沒有利用到 任何軟體的弱點 它只是利用你硬體的弱點 那 那 主要是因為 Out of Order的那個 Memory的Lookout 它會影響你的那個Cache 那 然後再透過Cache 的Side Channel去做 去Detect 那所以呢 一個 攻擊的人 他就可以把整個 Kernel的Memory 把Dump下來 那它的 基本上它的方法就是說 去Read的一個 Privileged 的PenMemory 然後用一個 Out of Order Execution的方式 然後再利用 那個 Microarchitecture的 Converted Channel 去把它 讀出來 這個是沒有Dump Attack 那 這是 該篇論文裡面的一個 小例子 那這就是說它先 它的一是產生一個 Ecession 然後 然後呢 它 基本上去 Acess 你要去 就是等於說去 Propor的一個 資料 那 但是呢 雖然說Race Ecession它是在 它是在 前面 然後Acess 你要Acess的資料是在 後面 但是 因為Out of Order Execution 那所以呢 你 Acess的東西呢 可能 可以被 先執行 如果你適當的 設計的話 它可以先被執行 那 雖然說 就它整個Architecture來講 從Architecture的角度來講 其實 其實它這個 它這個 指令是應該沒有算被執行 可是從Microarchitecture的角度來講 它有 Side Effect 因為它東西會留在Cache 那這個就是 剛才提到 如果Ecession發生的時候 它會到Ecession的Handler這邊 來執行 那這些理論上是不會執行 但是因為Out of Order Execution 的關係 它如果沒有Dependency 它其實是會被先執行的 那 這是 它的一張圖 它基本上呢 它就是透過利用Train型的 印刷訊 然後呢 去 去Access你的Secret Key 然後把它 東西呢 基本上呢 會就是 遺留在Cache 然後再利用 那個 Cache的 Attack 然後去把它 把它抓下來 那這是 沒有Done的Attack 那 關於Spect的Attack的話 它 基本上它是利用 Branch的Pretition 它主要是利用 Speculative Execution的 Side Effect 在現在的Processor裡面呢 其實Branch的Pretition 跟Speculative Execution 基本上是 也是很普遍在被採用 那 對Specular Attack來講的話 它是先 產生一個 Speculative Execution的 一個Expression 那 基本上呢 它應該是 不會 它理論上 這個應該是 不會被執行的 但是因為你 訓練它 讓它先去做 先去做 那但是其實 它到最後應該是 不會被 不應該被執行的 然後呢 也一樣去把 你東西放到Cache 然後再去把它給 取出來 那這是有關於 Branch的Penalty 的部分 就是說 其實你 從 那個Program Counter 然後到 一直到 Branch的結果出來 你要決定說 要不要Branch 中間呢 可能會 經過非常多的Pipeline Stage Modern Processor 它可能會有 大於四個Pipeline Stage 介於你的 Nest PC 的Calculation 跟Branch的Resolution 那中間這段時間呢 其實 就可以 就可能可以 拿來做 你想要做的 一些 事先執行的 東西這樣 那這是一個 那個 一個 一個例子 Paper上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比如說 一個 一個例子 就是說 假設你 Array1 X的值 是已經在Cache 但是Array1Size 跟Array2 並沒有在Cache 那 這樣的話 基本上的話 它就會 Array1X的值 就會 那基本上 你假設 那 基本上的話 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因為 你會 因為你 Array1的Size 它這個值 它不在Cache 所以你要去Memory抓 所以呢 Y等於這個的指令 就會被執行 那 那 在這篇論文裡面呢 它其實有 提到了一些變形 就是說 利用剛才的 那個 Spatter的方式 那 可能的一些變形 不過剛才那位同學 有提到 像EVICD 那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說 你 你 這個Array1R1 它有沒有在 它有沒有在Cache裡面 它的時間 是不一樣的 如果 如果 它有在Cache裡面的話 那 它應該會很快 執行ReadR2 如果沒有的話 它會 那個 ReadArrayR1的時間 會比較久 所以它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來做一些判斷 然後另外的話 也不見得要利用 這個 利用 Speculative Execution的漏洞 不見得一定要 跟Cache有關 它也可以 假設你懲罰的 不同的Array 它的 執行時間不太 不一樣的話 那也有可能會有 也可以來做一些 判斷 比如說你 假設 3乘5跟 1乘8的時間不一樣 那它也可以做一些判斷 它可以用 乘的時間 來做一些判斷 然後再來就是說 假設這個 如果你這個 第一道 然後第二道 如果你這個 Condition R1 有沒有 有沒有成立 那也可以來做一些 判斷 然後這個其實是跟 剛才的那個 第一個例子 是很類似的 基本上 它可以 做什麼 使用這個Y的值 然後來做一些判斷 那 剛才我簡單的介紹一下 沒有蛋跟Spatter的 硬體安全的問題 那我個人其實是比較 對硬體的架構比較了解 但是攻擊的方式 就是我本身 應該剛才那位講員 是比較了解的 那我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因為我本身主要是在做 IC設計部分 那我從IC設計的角度來看 設計者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硬體安全的 考慮硬體安全的一些困難 那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對很多電路設計者來講 可能不了解資安的需求 就是說比如說就我們 以前我還沒有接觸過 Hardware security之前 我可能會覺得 那些don't care 那是很 可以用來做automization 可是如果看了這些 Hardware security的一些議題之後 也許 又有不同的想法 那 但是在我們以前的一些訓練裡面 並沒有太多資安的一些了解 然後再來就是說其實 考慮Hardware security以後 一定是會增加你電路的成本 因為剛才我提到了 就是說你一定 有一些automization就不能做 那你電路的成本會增加 那可能會包括 timing area power都會變不好 就你的那個成本就會增加 那這一部分可能就是說 變成說你是不是要去 考慮這些問題 因為你timing area power都會增加 那就考慮硬體安全之後 你這一部分的成本就會增加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現在我們IC設計 其實非常仰賴CAD的工具 那 CAD的工具其實基本上要能夠支援 或者的話其實就變成 設計的負擔就變成提高 然後再來就是我一開始講的就是說 硬體安全跟電路的可測性 其實是本質上矛盾的 因為現在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 我們 SOC越來越複雜 那 那基本上呢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IP 那你要去測試它 越來越困難 所以我們強調可測性 可是你強調可測性之後 其實相對的邊也比較容易攻擊 那這本質上有一些矛盾 那最後是一些結語 那最後是一些結語 第一個就是說 從沒有檔跟SPAT造成的影響 可以顯示硬體安全的重要性 然後而且我相信 隨著物聯網應用持續的蓬勃發展 那未來市場 對硬體安全的需求也會日益提高 那我們將來做IC設計的人 也越來越需要去考慮硬體安全 這個議題 然後我覺得電路設計 考慮硬體安全 面臨一些挑戰 那需要電路設計領域專家 跟資訊安全領域的專家共同努力 因為那今天參加這個FreeTalk 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能夠就是說 因為平常我看這些paper 我可能看這些攻擊手法 其實並不是很了解 那從剛才那位講員的一些介紹 那我也可以做 也會比較了解 那也許將來電路設計 跟資訊安全領域的很多 共同努力 那硬體安全可以更提升這樣 那謝謝大家 那個謝謝黃世勳教授 為我們帶來的演說 那不知道在場的各位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黃教授的 因為黃教授他等一下 在最後的那個panel discussion的部分 沒有辦法跟大家一起參與 那不知道有沒有人 有問題想要發問的 那個前面的那個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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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謝謝黃老師的說明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看很多報導 是在講說 沒有當這個攻擊 基本上主要是針對intel的CPU 會比較會有這個問題 那其實像其他像imd或arm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不知道從晶片的角度來看 就是intel的架構上有什麼差異 為什麼只有intel的晶片會比較特別 容易受到intel的攻擊 好 謝謝 因為沒有當他是那個out of order execution 那剛才intel的那個架構裡面 很明顯他是用那個 他第二個stage裡面其實就是一個out of order execution的架構 那至於說imd那個其實很抱歉 其實我沒有特別去研究它的架構 那為什麼它比較不會受到攻擊這樣 所以這部分就比較不清楚 對 抱歉 請問一下黃教授 那個就是你剛有提到說在晶片設計的部分 大家有一些像是EDM 像是這些Tool 它其實譬如想說它有些線路是用IP直接拉過去 那這些原本第三方的這些IP 它有可能存在一些問題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既有的 譬如想說像是Synopsys 或者是一些EDA Tool的這些廠商 它有一些scanner 或者是說有一些模組 是可以找到一些現有拉線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有些硬體wiring的一些問題的這種模組 或者是scanner 或者是可以找出這些問題嗎 您指的是就是現有的EDA廠商 有沒有辦法去 對 對 我這部分我個人 我個人是沒有接觸到 就是說他們有去 就是說這方面的問題的解決 但是我不能說他們一定沒有這樣子 對 但是我知道就是說 比如說像Synopsys現在對 好像有在推一些IoT security的一些方案 對 但是那一部分我比較沒有去touch到 接觸到這樣 了解 好 謝謝 那不知道現場的會眾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因為這次真的很難得可以請到那個黃教授來到這邊 然後跟大家一起討論說 以那個晶片的角度的安全性上面的一些相關架構 那不知道還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那沒關係 不然就是 因為等一下黃教授他還會大概待到3點的時候 3點左右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有那個點心時間 謝謝大家 那如果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在這邊做發問的話 等一下在休息時間的時候 也可以到那個後面的那個點心區那邊 然後跟黃教授這邊一起做個探討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再次再熱烈的謝謝教授帶來的精采的演講 謝謝大家